听学行走 文化展目 听世界世界 为什么齐威王这么偏向匡张呢? 为什么在所有的人都在污蔑他的时候, 齐老大为他站台立挺呢? 后来齐威王向大家解释说, 匡张的母亲得罪了匡张的父亲, 匡张自己还没弄明白, 稀里糊涂之间, 自己的父亲也死了, 所以匡张实际上是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做, 也分不清谁对谁错, 更不敢随意更改父亲的决定, 两位都是自己的至亲血亲, 实在是左右为难呢。 齐老大的想法是这样的, 作为别人的儿子不会欺骗自己死去的父亲, 那么作为自己的丞相, 怎么会去欺骗活着的君王呢? 同样道理, 既然齐威王十分清楚, 匡张是被冤枉的, 难道他就看不出孟子的价值吗? 诶, 好了, 话题终于又回到孟子身上了, 事实上, 孟子的价值, 齐威王早就看出来了, 只可惜啊, 舆论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举国上下都认为匡张不孝, 孟老先生你偏偏要和他混在一起, 这叫寡人怎么亲近你啊? 那再说了, 齐国没有匡张, 就没人领兵打仗, 但是孟先生你呢? 你算是哪根葱啊? 谁知道你是谁啊? 齐国没你, 好像也不会不行吧? 说到底, 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金奖银奖, 哪比得上领导干部的褒奖啊? 于是, 孟子只好离开齐国了, 在离开齐国的时候, 齐威王为孟子开出了身价, 就是百亿黄金, 这个亿可不是亿万的亿, 是一种计量单位, 是金子边加个利益的亿, 在古时计量单位里, 二十两为一亿, 也有说是二十四两为一亿的, 简单计算一下, 百亿黄金, 就是超过一百公斤黄金了, 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是个无法计数的天文数字, 而这个数字, 让当年的一个刺客灭政, 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不归路, 而这个数字, 也为求局邯郸的子楚, 打通了回家的道路, 可能您要问了, 哎, 子楚又是什么东瓜豆腐啊? 子楚, 本名义仁人, 他是秦国人, 到秦国继位以后, 叫秦庄湘王, 如果这个名字你还不熟悉的话, 再说他另外一个身份, 您一定会觉得如雷贯耳, 他的儿子就是秦始皇, 紫楚的故事, 我们以后会为您讲的, 看见齐王为自己开出的百亿黄金的身将, 孟子笑了, 他来齐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既然什么都没做, 难道会在乎这点金子吗? 于是乎, 再见吧齐国, 再见吧齐王, 公都子有些疑惑, 他把孟子在齐国的不得志, 归结在匡张身上, 很显然, 公都子也认为, 匡张是个不孝的典范, 跟他在一起混, 没由来的就是破坏了自己的名声, 中国人一直以来就有以讹传讹的成语, 一个人说匡张不孝, 两个人说匡张不孝, 很多人都说匡张不孝, 那么匡张那一定就是不孝, 跳进什么河他都洗不清了, 公都子于是对孟子说, 匡张全齐国人都说他不孝, 老师您却和他打得火热, 而且还相当的尊敬, 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本来就很想说说心里话, 现在既然公都子说出来了, 那当然要借着机会好好阐述一下, 在自己的思维体系里究竟什么叫不孝, 孟子说具体的不孝有五种状况, 第一种是懒惰, 不赡养父母, 第二种是吃喝嫖赌, 不赡养父母, 第三种是贪财, 对老婆孩子好, 但对老爸老妈不好, 不赡养父母, 第四纵情生色, 是父母蒙羞, 第五打架斗殴, 惹是生非, 危及到父母, 由这五条来看, 狂张并不符合任何一条, 所以, 说狂张不孝, 那是不负责任的, 正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孟子和狂张关系好, 那么狂张又是什么人呢? 在某一个领域, 或某一个集团当中, 其实狂张和孟子属于同道中人, 这个集团通常的意思来说, 就是粉丝集团, 在某个时期, 狂张和孟子崇拜同样一个偶像, 这个偶像叫陈仲子, 先情诸子百家当中, 最特立独行的一个。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三国道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道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 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